所以ADO的全稱就是Active Data Object 它有這麼多版本,請各位務必選最新的 反正有2.8就2.8,有2.9就2.9 越新越好,因為它新的版本才有支援新的資料庫格式 如果你沒有新的ADO的話,你可能不能夠存取新的 所以我們就有2.8的,打勾之後就OK 其實這個名稱實際上就連接到哪一個呢? 連接到這個東西 我剛剛講過DL,一般的話,基本上XP的環境裡面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按確定 如果你沒有引用的話,很抱歉 你即使程式寫好,你也沒有辦法去存取資料庫 那我要怎麼存取資料庫呢? 首先,因為我存取的,我有引用它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用ADO裡面的DB,Connection 那這個Connection就是連連線 連線到哪一個呢?Connection就是連到那個資料庫 後面的話,有一個ADO DB的Recorset Recorset就是對到資料表 有沒有?剛剛我一直強調資料庫就是Connection 資料表就是Recorset,連線 那這兩個東西呢,我宣告好之後就有點像在記憶體裡面開空間呢 將來我如果連線之後,我會把資料暫時存放在那個記憶體裡面 RAN 記憶體裡面 然後我宣告,我就把資料放在這裡 等到我要用的時候,再把它抓下來 顯示在畫面上面 OK,那我要怎麼去連線呢? 其實後面大家看一下 宣告好之後的話,後面還用Set Set是一個語法,我要使用它 New一個什麼呢? New通常就是才是真的在記憶體開一個空間 去存放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它的名稱叫MyCon OK 那MyCon這個就是一個物件,這很抽象 如果你慢慢去揣摩去體會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可以幫助我去開啟資料庫 那開啟資料庫後面有一串這些 這個就是connection stream 就是連線的置串方法 那這個部分呢,是不需要背的 都可以call到的 都可以找到 那裡面的話呢,最重要就是這個地方 需要修改就是在這裡 這裡的話呢,我是給它一個什麼? DB2 而且要必須在哪裡呢? 在怎麼配置 在怎麼配置